好同学来看一下同一个题组 假设你是市长 下列缩短目标时辰的方式 何者最为可行 A变列更多的预算 让你A更多钱吗 不行 我们要勘紧老百姓的荷包 B可不可以 公司协力模式 可以啊 例如说地上全 像那个台北车站 对面有一栋金站大楼 它那个就地上全 不知道是哪一个建商 在板桥也有盖那个核仪住宅 那个建商名称我忘记了 不要帮他打广告 他就是让把我 就是说我市政府出土地 然后你建商来盖 然后我就 因为他没有土地的问题 就是说他只要缴房屋税 他没有地价税的问题 懂吗 所以你去买这种房子 租这种房子的话呢 你就没有所谓的土地租金的问题 因为土地是国家的 那那个房子就很便宜 他就是一个土地上的附属建物 那个叫地上全 他不像说老师我买房子是土地跟房屋都要一起买 然后就买得很贵 他没有 所以这可以用廉价的租金去cover那个工程的费用 所以B是可以的 非常好 C对外解释公宅政策 啊 缩短目标 我叫你盖快一点 你给我解释政策 不用你政策我已经很清楚 就是你要盖公宅嘛 主 不用 你要他负责那就是下台 我们在题目当中没有看到负政治责任下台 所以呢就是选B啊 就是政府跟民间一起来啊 这样效率就更快 拜拜